歡迎來到下班降過 我是竹萱 但我今天不是竹萱 我是竹翔 躲到A夢裡面呢 有一個人暗戀竹翔很久很久了 登登 我歡迎我們旁邊的這位大熊 哈囉我是葉大熊 已經送你了 真的有暗戀我的感覺喔 他剛剛折了一個氣球花給我 大熊你到底為什麼叫大熊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本名叫葉大熊 2012年我去澳洲 那我們算是去做這種街頭藝人 就是算是這種basket 主要都是做一些歡樂的 讓小朋友看到我們的氣球 是表達一種歡樂的一種感覺 那是不是要先我們示範一下 沒問題 我想成一個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一個蠻有意義的一個東西 那2012年的時候 就是到澳洲舞蹈 對是 然後就進行氣球的街頭藝人 對 然後加上表演技術 馬上來秀一下 但因為這個氣球啊 跟我們等一下的產品 其實有很大的關聯 對 通常關上你跟其他可以多做嗎 大概一分鐘左右 比較以簡單的東西為主 那重點是傳達一個歡樂的感覺 給當地的一些小朋友 或者First Day Party 那種感覺 做這種街頭的就是要傳達歡樂的感覺 送給大家 對 結果也是跟歡樂有非常大的關係 是 因為我們大熊本人就是想要散發 散發氣 散發歡樂給大家 有沒有人 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小朋友在那邊吵 有沒有 對啊 怎麼還能做好還能做好 那他們甚至是很期待的說 你這個東西到底是會呈現出 變出什麼樣一種東西 邊坐氣球的同時 我們來說說 為什麼你的氣球跟我們的堅果有關係 介紹的就是你的 葉大熊手作堅果 當初跟我一起去澳洲的Partner 他本身是一個素食的一個家庭 所以其實他們這種 他們比較有的吃素 對 所以他們像他們吃素的家庭的情況下 他們都會很想去 算是去傳達一種 就是 然後吃的東西都是非常非常的成天難力 所以你也同時需要把就是 純天然的這個概念 然後傳承到台灣 讓每個台灣的每個人都 也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也了解到你們的天賦 是的 然後因為就是你之前的Partner 因為家裡的吃素食的文化的關係 所以你們選用的商品的話 也都是素食可以吃 全素啊還有蛋的素都可以對不對 對 有各種商品是可以挑選的 哇 現在是有圖形出來了嗎 大家看得出來是什麼了嗎 我們家的東西其實主要都是以 奶素或者是全素的商品為主 那裡面東西只要有加鮮奶油 基本上就是奶素 對 哇 這隻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我終於做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知道人以下留言好不好 趕快留言說這隻是什麼 剛剛要說一下 氣球跟你的堅果的文化的結合 那時候我們在澳洲的時候其實就是傳聞啊 好像拿到我這個動物的人的時候 他們的不管是事業 或者是所謂的好運 他們都會接連發生 喔 所以這代表一個幸運物的概念 對 在發很多Perset Heart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會要求我們 要整這隻 然後放在他們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事業裡面 一個房間裡面 就是一個位置 就是看到他就會有好運來臨 對 代表他今天會非常的幸福 或是這樣的幸運 哇 謝謝你的聽聽 那接下來呢 剛剛有提到我們葉大雄的手作堅果 那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他有什麼口味呢 我們下一公里有六種口味 從他來看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黑芝芝 名字也很特別 我們叫黑芝芝 黑芝麻嗎 嗯 黑芝麻 他看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的 黑芝麻 黑芝麻 對 這樣子的情況下 對 所以我們給他全名叫這個黑芝芝 那個叫什麼 小切姓 那像我們這款叫做杏仁豬 喔 裡面有杏仁的姓 對 杏仁豬的小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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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姓 對 我就想用小切姓 所以我就要吃這個 然後像我們家的商品 我們前面都有一個這樣的 有一個Logo欸 那這個Logo是有什麼意義的嗎 像這個Logo大概可以成的到 一個正的Q 一個反的Q 正的看或是反的看 它都是一個Q 對 我之前的Partner 因為它叫QQ 對 然後又有一個熊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QQ跟貝爾的Logo 對 那我來吃一下小切姓的感覺 對 剛剛大神有說 他們家的東西絕對不連牙 對 連牙退甜 好 我現在就來吃喔 嗯 很吃味 好吃 但是不連牙欸 怎麼辦 我們現在說不說話 怎麼辦 這碗是糖量變換的 因為我們是用百分百的海藻糖 海藻糖又是什麼呢 食物是萃取出來的一種糖分 那它的糖分 對一般大同的甜度 大概只有40%左右 現在是剛好是夏天 人體的那種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拓液 它會隨著溫度的改變 所以我也覺得說 今年好像夏天吃這個 怎麼感覺特別甜 那個是因為我們拓液 然後跟溫度的關係 了解 對 所以像我們這種堅果酥 我們大概我的旺季大概會是在秋冬 當天氣越冷的時候 你的身體需要熱量之後 其實這個是一個對身體 其實比較沒什麼負擔的一種產品 對 現在算是因為我是海島 其實已經是對人體比較好 而且糖尿病的患者 你都可以使用這個 所謂的熟度的蘋果 每個口味都可以 但聽說之後會使用更好的原料來做 就是裡面的糖 那是什麼呢 我就跟我的祖祖 我們在研究討論說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糖 才可以讓消費者吃到 真的是完全對人體不會有任何負擔 所以我就去做了研究 我就後來發現 身邊上有種糖叫做阿拉伯糖 阿拉伯糖 它是從哪裡萃取的呢 阿拉伯樹裡面去萃取出來的這種糖分 阿拉伯糖它最大的特點是 它的甜度只有 沙啤三次 哇 然後重點是 它吃了這個糖 對人體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的負擔 而且像這種糖吃的會越來越瘦 哦 越來越瘦 阿拉伯糖它算是一種健康食品 這一季完之後我們就會推出 好 那個我不小心就是自己很想吃這一罐就打開了 沒關係 沒關係 這一罐的名字也很可愛 它叫做 瓜瓜男 我們來介紹一下為什麼它叫瓜瓜男 瓜瓜男它主要就是叫南瓜子 那它主要的成分其實就是用南瓜子跟麥芽 南瓜子麥芽 然後它裡面是有天然維他命E對不對 對 來 什麼叫天然維他命E 我大概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天然維他命E它就是 它算是一種全天然的一種 延長食品壽命的一種產品 那外面很多東西很多廠商他們都是用防護器 因為防護器的第一個它的價錢價格比較低 對很低 那天然維他命E它的價格大概是一般防護器的十倍 十倍 對所以其實天然維他命E它一般都是用在蛋糕 或者是比較更高的一種甜點 西點或者是 意思就是冰底才會用更多香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口味 甜辣 花生的 拼我就是拼辣 哦 哦 應該取名還要有點焦焦的 對 那這個叫做什麼Q滋滋 換人家Q滋滋 我之前的合伙人 這樣說嗎 Q滋滋 對 它每天它都會拿一個這個東西放在它的口袋裡面 當成是一種 比如說肚子就來個吃的一片這樣 加上這種軟糖吃起來非常的Q 所以我們取名叫Q滋滋 Q滋滋 讓你看起來很Q滋 所以就很Q 好會這樣 像我們這樣的罐裡面大概都15片到16公斤 那這個咧 那像這種堅果酥的話我們主要是用襯凍的方式 它一塊大概介於250到300公克左右 我們這個軟軟糖 我剛剛有講最大特點是保證滋滋 嗯 那如果你消費者如果有買到油膩液 歡迎你 配合給我 對 對 它保證它所有的品項都不會低 而且非常的天然好吃 然後它用天然的維他命E去取代它們的保護 然後又是純手工的 外面的花生啊 有一些是用炸的 對 應該是說哪一個 來這個 這個 你那種味 對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每個人花生糖可以賣那麼貴 人家花生糖可以賣那麼貴 外面一般花生糖它都是用 有點像去用鹹酥菌那種去炸過 那種感覺 所以像這種堅果吸到大量的 喔 它的重量會變重 對 所以相信之下 當重量會有這種重量 它的價格當然可以賣那麼貴 就是 那像我們家的東西是用低溫烘焙的方式 而且我們是用安家的奶油 安家的奶油非常的有利 對 所以其實我們家的花生糖 當你打開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聞到滿滿的花生糖 對 而且就是一般的花生啊 吃起來它會有點那種油耗味 油耗味 那個彎盛 不會有味 對 所以其實我們家的東西 其實現在我們目前已經有一些 主要的客戶 他們會來我們家的門市 會專門來買這個花生糖 如果你想要購買的話 其實就是要點解我們下面的連結 就可以做購買的動作 把這麼好的全手鉤 然後以及養生 以及天然維他命 因應化這麼多的口味 這麼好的產品 帶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下班就講過囉 謝謝 掰掰